今天新後台帶你開要是藝人任賢奇 他曾經是宏吉時的電視台小生 之後轉拍電影 現在則改到幕後 指導電影 因為任賢奇是演藝圈公認的好好先生 當起導演也胸不起來 任賢奇說 把片場的大家照顧好 就是一種施壓 清新愛情電影要來挑戰九月的電影票房 而蔣靜的導演是第一次挑戰商業片的藝人任賢奇 拿起吉他唱起經典的台灣民歌 外婆的澎湖灣 會想拍電影 也是因為這首歌 我在甘肅的黃土高原的大山裡面 聽到小朋友唱給我聽 我覺得好感動 一個是比較乾旱 很少下雨的 整個都是黃土高原 一個是一片海藍藍的澎湖灣 能夠飛越這麼遙遠的距離 這首歌把大家感情串聯在一起 感動 為了拍出島嶼風情更是不斷跳島拍攝 集結澎湖最美的海景 第一次指導商業電影成本就高達1億5000萬元 但是好脾氣的任賢奇 在片場從不罵人 沒人扮黑臉 照樣有方法搞定 每個導演都有自己的方式去逼 逼迫大家發展出潛能 我的方式就是我要照顧好你們 你們做不好 你們就自己不好意思了吧 幸福的團隊 才能拍出幸福的電影 這個可以唱歌喔 可是現在沒有繼續讓他唱 誰說我 以後的老東西就是管用的 我爸 香港老大哥迪龍情意相挺 舒淇經紀公司還交代 要好好照顧舒淇 嚇得導演親自撐傘遮陽 就怕把舒淇晒黑 不過雖然是愛情片 但舒淇的金銜場面可不少 楊過沙灘比基尼和藍田 跌入海的時候 沉得比較慢 我們可能要在水底 看到他啪就直接進水面 因為有些時候那浮在水面上 一會兒他下去 所以我們把他身上綁了千塊 我也很怕他浮不起來 所以底下還有潛水員就位 因為秋季他穿裙子 會影響他的游泳 我那天也很緊張 不過還好我的大美女 她是一個專業的演員 她心理素質也很穩定 所以沒有什麼太慌亂的事情發生 被舒淇笑說 簡直就在拍澎湖版的念影娘 任賢齊在挑戰拍電影前 先拍了紀錄片小事身手 這一次改拍商業片 難免要衡量藝術和市場面 任賢齊說拍片有很多選擇 不過她想做的 只是用電影擁抱群眾 有一點NTV 陳俊傑 林瑋雪佳妮 台北報導 下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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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集團